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大常委李慧琴 說港澳辦重組是國家更重視港澳事務 國際刑事法院向普京發出拘捕令 說他涉嫌在烏克蘭干凡戰爭罪行 俄羅斯說法院任何決定對俄羅斯都沒有法律效力 各位 屯門醫院在大約一個星期內 有六個BB感染呼吸道核包病毒 兩個BB分別是危態和嚴重 有醫科專家說呼吸道核包病毒有一定危險性 建議年紀比較小的小朋友如果有病徵要盡早及疑 我們要看完一看 我們要看完一看 如果有杂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